等约瑟副局长来了我们好好上课 怎么了这么严肃 我看到约瑟副局长门口的车被涂鸦了 谁干的呀 他一定很生气了 是一群小孩子 估计他父母要赔死了 你们在聊这个呀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你不生气吗 要画就画呗 小孩子难得有会画天赋 约瑟副局长大度呀 这有啥的 毕竟车又不是我的 搞半天车不是你的 白夸你了 你不觉得我很擅长安稳人吗 不觉得 你看你们都以为车是我的了 那又怎么样 说明我厉害啊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滚啊 约瑟副局长你穿成这样干嘛 等上完课就去和老朋友见面 可是你裤子有破洞诶 这是破坏风 这样才有雪剑的感觉啊 但是 你不懂潮流就别乱讲了 真奇怪 怎么现在屁股露出来也是潮流 等等 屁股 打算去老朋友那儿的 现在泡汤了 约瑟副局长 别伤心了 本来约好一起喝酒的呀 没事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朋友要过来 校长听说你去不了 给你多安排了一节课 现在放了朋友的飞机 肯定恨我了 给他们放张照片解释一下嘛 行吧 你来给我挑挑哪张照片好看 那张一个人的吧 那张自拍吗 对对对 就是那张全家福 哇